看真实案例凭人间悲欢 大家好我是Ray 欢迎打开M2档案 2016年3月20日 星期天 多伦多春寒料桥 傍晚6点15左右 28岁的华人留学生邱培正 驾驶一辆白色法拉利 来到约克地区警察局42分局 他说自己把朋友给杀了 他开的车就是受害人的 多伦多和约克警方严阵以待 他们按照同案人提供的地址 赶往凶案现场 一处位于Far Hill的大宅 而里面的恐怖场景 即便是资深警员 看了都难以远受 大宅的车库里血腥弥漫 受害人已经被分解成若干个碎块 警察用了七个尸袋 才把碎块收集完整 根据投案人邱培正的讲述 这处大宅是他与受害人 共同拥有的房产 两人本来也是同学 毕业后一起投资炒房 逐渐产生矛盾 关系恶化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 买卖不成仁义在 曾经的同学 是如何走上了残杀伙伴 甚至分尸这条不归路的呢 嫌犯邱培正 1987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 他的家庭并不是很富有 父母经营一个加油站 在有了一些积累以后 开了一家小服装厂 他们的生意并不稳定 时好时坏 尽管如此吧 2008年他们还是咬咬牙 把孩子送到加拿大留学 这是他们的独子 跟很多中国家长一样 父母觉得送儿子出国留学 就是帮他迈出了成功人生的第一步 然而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 望子成龙没实现 儿子却成了杀人凶手 邱培正到达多伦多后 先读了两年的语言课程ESL 然后在Centennial College 注册了商业会计专业 邱培正学习不是很上心 他毕业时的平均GPA只有2.04 按百分之就是60多分 毕业后 急于经济独立的邱培正 又跟父母要了一笔钱 开始创业 他雇了几个人 开了一家地板装修的公司 主要客户是华人和华裔 因为出书茅庐缺乏经验 他的公司并不盈利 甚至还得父母给钱 应付部分开销 英文杂志Trono Life报道 邱培正的状况说 他每次进入自己的店 都会感到一阵阵焦虑 他急于找到另一种赚钱的方法 跟邱培正相比 他的同学余霄轩龙的留学生活 则滋润很多 他住豪华公寓 开法拉利 轩龙1988年出生 来自深圳 父亲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律师 轩龙英语流利 本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 但是他也想经营自己的事业 他与邱培正的共同之处 都是想早日摆脱父母的资助 能够财务上独立 证明自己 本来是同学 又都想创业 两个人的命运 顺理成章地交织到一起 从表面上看 他们性格迥异 甚至是截然相反 邱培正谦虚害羞 而轩龙浮华时尚 邱培正呢 似乎既羡慕 轩龙的富有 却也因为他富二代的身份 而略有不屑 他相信自己可以靠能力 最终向轩龙一样有钱 2014年 他们决定在多伦多合伙炒房 因为他们都觉得炒房子是一种回报高 风险低的致富办法 于是两个人达成一致 轩龙负责出钱购买房产 而邱培正则利用公司现有的业务 负责装修升级 不过两个年轻人对合作安排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他们认为靠互相信任和友谊 就可以合作成功 所以重要的决定 几乎都是在酒吧里口头达成 几乎也没有什么书面协议 邱培正后来告诉警方 中国人办事就是这样的 凭一张纸条 就可以借个几百万家币 这样粗糙的合作方式 也可后来两个人关系恶化 埋下了隐患 启动炒房项目 轩龙还邀请了他的好朋友 Alson加入 Alson经验相对要丰富一点 经营一家男装店已有六年之久 2014年初 轩龙与Alson开始出手购房 他们连续在北约克入手了几套房产 总价值三百多万加币 他们坚信多伦多的房地产 可以打造财富神话 他们买下的第一个楼盘 是位于Young和Shepherd以西的 Harland Avenue 216号 一套五居室独立屋 2014年挂牌价为九十二万八千加币 Alson与轩龙用三十万的首付 八十八万八的成交价 购买了这个物业 关于这个楼盘 我们查了一下 最近一次交易是在2018年 成交价二百四十万加币 也就是说 四年内价格变成了三倍 多伦多房价的疯狂可见一斑 三周后 他们又买下了位于West Willowdale的 262 Sandlake Road 这是一套独立四居室 距离他们首套投资房 仅几公里远 当时的售价呢 75万两千加币 Toronto Life透露 这套房子后来被邱培政 背着合伙人卖掉 并把钱放到了自己腰包 这也是双方矛盾的起爆点 咱们之后会说 两个月后 他们拿下了第三处房产 位于Tornhill Laureleaf Road 二号的一处大宅 而这里也就是邱培政 杀害轩龙的第一现场 这套房子 当时的售价是146万加币 三个人认为 改造和升值的空间非常大 他们希望邱培政 尽快更新地板和墙面 完成地下室 增加一个新楼梯 几个合伙人呢 决定先处理这个大宅 看看收益如何 再来决定他们之前 买下那两套房产 要怎么运作 是翻新呢 还是完全拆除重建 要看这个大宅的收益情况 根据本案证人Elson的说法 他和轩龙支付了 第三处房产的45万首付款 并且在等待邱培政 应该支付的份额 邱培政后来否认了这一说法 坚称他对首付也有贡献 他还为房子融了资 因为他在银行的朋友 愿意给他们提供优惠的贷款 购买房产后 几个伙伴的关系 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邱培政忙于自己公司的业务 已是自顾不暇 对翻新这个投资房的进度 非常缓慢 拖到了2015年初 他对这第三套房产 几乎没做什么工作 这里面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邱培政缺钱 按他们的口头约定 宣龙和Alson负责买房 邱培政负责装修的人工和材料费 可是他自己的公司都是勉强维持 已经没有财力 跟进大宅的翻新了 无奈之下 他背着合伙人在2015年4月 以66万6的价格 偷偷的贱卖了262 Sennlake的房产 比Alson和宣龙买入的价格 亏了近10万 这套房子呢 我们也查了一下 2021年8月交易过一次 190万 2022年12月又有一次交易 230万元 当初邱培政是怎么做到 不经过合伙人就能卖掉这栋房子的 我们没有查到他操作的细节 当宣龙和Alson发现 三人合伙的第二套投资房 竟然被邱培政赔钱卖了 简直是火冒三丈 他们立马找来了邱培政 兴师问罪 邱培政则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 不过他承诺 他将会用出售第三套房赚的钱 来补偿他们 这个时候啊 宣龙和Alson已经不再相信邱培政了 他们不知道这个人还会干出什么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第三套房 六卧六卫浴三车库 相当豪华 地段和街区也非常完美 如果能按计划翻新完成的话 利润一定非常可观 Alson后来说啊 每当他们问邱培政工程进度 他就是拖拖拖 每次去现场呢 见到的都是他什么也没做 宣龙和Alson此时已是进退了难 如果赶走邱培政 那他欠的钱就很难要回来了 他们手头也没有文件 可以追究他的责任 他们能做的就是哄着邱培政 尽快完工 收回最初的投资 卖掉房子 然后再跟邱分道扬镳 在两个合伙人的压力下 邱培政终于卖掉了自己的公司 表示要全职投入第三套房的翻新 他还请了他的朋友过来帮忙 据说是一位来自中国 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傅 可是装修买材料 你要钱呢 于是邱培政又想 宣龙和Alson要钱来完成装修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第三套房开始有了一些进展 但是邱培政好像没有亲自动手干什么 据说他此时忙于跟一个叫Ruby的女友在约会 这个时候邻居又向市政投诉 说这个施工的现场没有按照要求设置围栏 施工人好像也没有许可 这种项目管理上的麻烦 越发造成了邱培政与合伙人之间的关系紧张 到后来 宣龙和Alson的手头也没钱了 而且宣龙正计划与交往多年的女友结婚 他们想尽快拿回投资 而邱培政的做法却越来越令他们失望 2015年9月1日 宣龙和Alson一起找到邱培政 他们起草了欠款确认书 内容包括邱培政的欠款金额和还款计划 按他们统计 邱培政总共欠了宣龙130万价币 这些欠款要分期偿还 第一笔10万要在2016年1月15日支付 之后按照计划分期付款 最后一笔60万要在10月份付清 邱欠Alson的数额是26万 一共欠了两人160万 如果没有按期还款 邱培政要支付利息 而这个数额足以压垮他 不过他耸耸肩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欣然在文件上签了字 还给出了自己的驾照扫描件 Alson后来说 这回有的字举心里多少有了点底 无论怎么脱工期 这回邱培政没法赖账了吧 可是他们却小看了邱培政 赖与恶的实力 邱培政错过了像宣龙的第一笔10万块的付款 3月20日星期日早上8点左右 他走进了Woodby和Highway7附近一家Home Depot 买了手套 口罩 工作服 电锯 他把东西装进女友的宝马车 然后开往了第三套房 这栋房屋的监控 录下了邱培政带着工具进入房间的影像 然而9点19分 监控被关闭 随后就再也没有拍到任何画面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春上午 余霄轩龙开车 送未婚妻去分治地铁站 路上呢 轩龙接到了邱培政的电话 约他在第三套房的施工现场见面 未婚妻追忆 轩龙说处理完事情就跟他打电话 然后像往常一样跟他道再见 没想到 这就是两个人的永别 他再也受不到轩龙的电话 两个人也永远无法再见 轩龙到达之后呢 两个人的真实对话 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只能通过邱培政的讲述 来再现当时的情形 邱培政说 轩龙一到 两个人就开始为钱争吵起来 轩龙威胁说 要利用自己在中国的社会关系 伤害邱培政的家人 杀死他们 或者砍掉他们的四肢 在邱培政的描述中 他的行为是被迫保护自己和家人 免受富人的欺凌 邱培政还说 圣怒中他注意到一把锤子 顺手抓起他 并抡起来 不过他后来又声称 先看到轩龙伸手去拿武器 他说他把轩龙摔倒在地 在他试出站起来的时候 重击他的后脑 然后他开始勒住轩龙 他后来供述说 我只想让他闭嘴 让他死 邱培政紧紧卡住轩龙的脖子两分钟 直到他呼吸停止 当邱意识到杀了人 他抽了根烟 想的是接下来怎么办 以及如何避免坐牢 于是他开始用手机 在谷歌上搜索注入 如何处理尸体之类的信息 看到一段 关于如何织紧尸体的YouTube视频 和一集犯罪现场调查CSI 其中有人讨论了如何分尸 于是他决定按步骤去做 地下室有各种工具 刀 斧头 锯子 还有黑色垃圾袋 有关邱培政分尸的描述 相关报道写得非常细致 由于太过血腥 我们这里就不再附属 不过呢 这长达几个小时的过程 却能够充分显示出邱培政的残忍 并且极具耐心 他一定是有分尸灭迹的计划 最后啊 他把肢体分装七个垃圾袋 将受害人的衣服放入第八个袋子中 然后将躯干卷入蓝色防水布 到下午四点左右 邱培政停下来 又抽了一支烟 他后来告诉警方啊 那时候他决定停手 做个男人好了 他再次拿起电话 打给了朋友兼室友 让他来一趟 电话里并没有告诉这个室友发生了什么 室友后来在法庭作证说 邱满身是血 看起来像从肉店里出来的 他们回到家 邱培政洗了个澡 他说啊 这个时候他不忍心告诉自己的女朋友 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两个人 其实也有了几个月内结婚的计划 傍晚六点十五分 邱培政做出了我们视频开头的一幕 他驾驶于潇轩龙的车 前往警局自首 副驾驶的座位上 放着一袋沾满血迹的衣服 他向警方陈述了一份冗长的供词 重点在于解释他为何杀人 根据邱的说法 不是他欠宣龙的钱 而是相反 宣龙欠了他的钱 因为宣龙赌博成瘾 是地下赌场的常客 还赌球输了大笔钱 而宣龙的朋友和家人 则坚决不接受邱泼来的这一盆脏水 邱培政还告诉警方 他一直在定期给第三套房 做房贷还款 每月一万块 而他也相信宣龙 真的会伤害到他的家人 他告诉警方 中国的妇人可以为所欲为 案件开始审理时 邱培政被控一级谋杀罪 这个故事在中国国内 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媒体突出了这起罪行的可怕性质 强调说 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中国留学生 竟然在以安定繁荣而著称的加拿大 遭遇这样的命运 令人震惊 案发一年后的2017年3月 听证会开始 邱培政的律师称 谋杀案是没有计划的 他争辩说 邱培政那天早上在Home Depot 买的用品 都是修房子的必备工具 他是直到宣龙威胁他的家人后 才变得暴力 检方则认为 邱培政是有预谋杀人的 根据警方的证据 案发当天早上9点19分 也就是宣龙到达前15分钟 现场的室外监控摄像头被关闭了 另外尸检报告表明 受害人被袭击的严重程度 比邱培政叙述的猛烈的多 受害人死前 面部下巴躯干 遭受了无数的骨折 撕裂 瘀伤和挫伤 他的肺部和气管内冲洗 也表明他在受伤的时候 仍在呼吸 这起恶劣的谋杀案 在种种证据非常明显的情况下 却发生了令人错愕的转折 控辩双方最后竟然决定达成诉讼交易 邱培政承认二级谋杀和猥亵尸体的指控 作为交换 他将免于陪审团审判 2017年10月 安省高等法院最终对邱培政做出判决 终身监禁 14年不得假释 如果14年后释放 他将被驱逐回中国 于霄轩龙的家人 对这个结果非常震惊和不满 他们谴责官方的二级谋杀指控 声称跟一个杀人犯罪交易 是极不光彩地违背了公平正义 他们通过律师向法庭抗议 认为不应允许邱培政 活着走出监狱的大门 轩龙的未婚妻说 本来二人都准备结婚了 不料现在阴阳两隔 他认为邱培政杀人的禽兽行为 理应得到最高刑罚 二级谋杀的罪名 对死者的家属不公平 在一次量刑听证会上 邱用普通话做了最后的陈述 说糟糕的事情一直在折磨自己 就像是电影在循环往复播放 五分钟的冲动杀人 断送了自己及有人的家庭与幸福 而对其自身而言 这种自责与痛苦 也会跟着他伴随余生 他在自白中说已经反省了自己的错 他寄予说终于明白了家庭 友情以及亲情 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感谢收看MR档案 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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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